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财文比较混乱 格局比较小 就是说三大主线它都粘在一块了 格局很小 就是说它这个运势受到格局的限制发展不开 如果是再加上主线有一些杂文干扰的话 就容易产生对婚姻 甚至呢 对这个人缘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生啊 是非不断 注定是门运连连 而且呢 这个往往格局比较小的人啊 容易被小人所利用 就是你贪图小利 就是碰见一些这个眼前的一些利益啊 就忘乎所以啊 就忘记防范别人 所以说往往小人就容易这个有机会得逞 好了 有关这个三财文混乱啊 包括赶金线 这个四指漏缝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关注个私信我们下期再见